初次見面慈濟志工帶來生活物資與水果 年過70的瑪莉亞夫婦照顧五個孫兒 最怕年賣力衰 瑪莉亞的女兒五年前自殺 女婿沒有音訓 兩老的退休金和孩子的補助金 可以支付水電食物等生活開銷 只是孩子們上小學的制服和文具 讓瑪莉亞作困酬成 慈濟志工塞桑爾工作的公司 長期關懷這個弱勢家庭 轉介請致力慈濟人支援 讓孩子三月份能快樂開學 大愛新聞之善美之工 吳慧蘭 廖清酒 致力報導